看一下35这一题 第一个我想这个底边100 这个应该没问题 但是这个斜边两个这怎么做 其实前面有画过嘛 好像范例八前几个就有了 对不对 其实就是什么样 画两个圆 以这个中心点 画一个圆半径为89.5 这个画一个半径44.5 有没有 就有个焦点 这里面是ok很简单 那里面要放什么 他告诉你说要放 正方形一个 要放两个圆形 而且呢 你不能乱放 你要必须怎么样 跟这个切 这个要跟这个切 这个要刚好放这里 这个就比较难了 这里的话会用到 这个也是比例的参考 比例的参考 而且不太不太容易 所以这里的话 首先我们逐步来看好了 第一个 比较简单的先画出来 第一个我们这个地方底下 这个三角形 不要比较简单 这边的话呢 100 然后再来 画两个圆 两个圆的话 这个我想比较简单 你看这个是89.5 44.5 enter 那这边的话可以把这个线先画出来 把这个这个三角形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呢 哎 再来哦 把这两个圆删掉 那再来我们要怎么样 把这个正三角形 正方形放到里面 那正方形要怎么放进来呢 然后画两个圆怎么放进来 好我想这部分呢 对是这样的 那这个部分呢 特别是一定要跟这边要切 放过来刚好这样 然后两个圆要刚好放在这里 好而且也是要跟这个 这个 这个举行要切 然后跟这两边也要切 好 那这里的话怎么做 特别注意我们会用到一个指令 就是就是比例的部分 那比例的这个部分前面有用到 也是一样比例里面有R参考 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今天我先来做那个正方形的部分 那正方形部分的话 其实他就是一个多边形 多边形其实就是正多边形的意思 那比如说我今天有几边呢 正方形是4 对4Enter 然后呢 特别注意 我们有内接外接 那他会先有一个中心点 可是我现在是要边 所以输入什么呢 1Enter 因为我是给他指定一个边 他帮我画出什么呢 画出一个